妳還記得嗎 是以四樓的天堂得到釋後 我知道 我知道 我還沒有想到要怎麼慶祝 但我已經在想我要怎麼賠罪 把獎金都給俗女二的劇組嗎 顏一文之類的 因為以四樓的天堂 和俗女養成績二同時入圍 戲劇節目女主角獎 而講錯感言的謝英軒 不僅成為本屆金鐘獎高超 下台後還是被魁不停 今年顏格算是第六次 但是第八個獎項入圍 終於以 妳還記得嗎 是以四樓的天堂得到釋後 我知道 我知道 還好我跟欣怡導演很熟 所以我想我可能 剛剛忙著在台下 謝謝跟我坐在一起的女演員們 以至於我沒有聽到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失誤 然後我等一下會好好的去 跟欣怡導演賠罪 妳當初有沒有想過 是哪一部比較有機會跟勝算的 我想說俗女入圍了很多下 是 但是得得好像沒有我預期得多 所以我本來第一個念頭聽到的時候 我以為是 俗女 對 但結果我自己搞錯 就是我的整個腦袋是空掉的 怎麼慶祝 等一下嗎 或是獎金怎麼運用 我還沒有想到要怎麼慶祝 但我已經在想我要怎麼賠罪 把獎金都給俗女二的去組嗎 演藝文之類的 我在想想 不管是用什麼方式賠罪 能夠以兩部戲 同時入圍又奪下金鐘事後 相信也是劇組偌大的殊榮 萬全娛樂綜合報導 哇 哇 四弟好會撩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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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